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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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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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這位姑娘 參合莊怎麼合法 參合莊這個名字 外面很少人認識的 大師, 你從哪裡聽回來的 貧僧跟慕容先生是方外之交 這次想去慕容先生的墳前拜祭 順便探望慕容公子 那大師就來得不合時了 慕容公子剛剛在三天之前 離開了姑姑 那貧僧真是來得不著事了 不過我這麼遠的一套樓來到 我也想去慕容先生的墳前 自製一下 順便探望一下慕容公子 既然大師是慕容先生的朋友 請來喝杯茶 我再為你通傳 姑娘, 你是慕容府的 我?我是迫, 慕容公子是我家主人 那有帆姑娘相送 那兩位請上船吧 姑娘 兩位大爺是不是都想去參合莊 請上船到處喝杯茶吧 謝謝姑娘 你們還跟著你? 小人還是不放心 反正我們也在慕容家而已 你去進去這裡 去bur 阿碧姑娘, 剛才胡編聽的唱歌 真好聽 不知道甚麼時候 可以再聽到你的歌聲 如果公子喜歡聽的話 可以不要走, 在這裡住一輩子的 這裡就是燕子澳的參俠莊 不是, 這裡是琴韻小竹 是公子給我住的 不過這位大師說要拜老爺的墓 我又不能夠作主 所以就帶我來這裡休息一下 各位, 請隨便坐吧 兩位大爺, 請喝茶 師叔, 為甚麼茶這麼香 千萬別喝 碧姑娘, 茶這麼香, 一定是名種 公子真是有眼光 這是泰湖附近山峰的特產 每年只能夠生產三兩 叫做碧羅春 難怪這麼清香 朱姑娘回來沒有 朱姊姊出了還沒回來 她一會兒就回來 朱姑娘究竟是府上甚麼人 阿朱 阿朱就是阿朱 她呢, 就比我大一個月 整天喜歡擺在姐姐的格子 她最喜歡你整天 姐姐前, 姐姐後的 究竟慕容家的人在哪兒 我個人知道 你參合了不是喝杯茶 聽你說朱姊姊, 朱姊姊 姑娘, 請你通傳一下 白伏牛派的柯伯帥弟子 今天來這裡是幫師父報仇 每個月像大爺那樣的人 來找公子 有很多, 就算我那個大爺的 我也見慣了 阿碧 阿朱姊姊, 誰來這裡鬼殺這麼吵 我師兄柯伯帥 到底是誰殺死的 柯伯帥? 柯伯帥活到一百歲 也捨不得他死嗎 不過幸好我還沒救一百歲 柯伯帥哥, 我們遠到而來 算是這裡的客人 有話可以慢慢說 又何必動武呢 請問這位事主 是公子的哪位 我是公子的伯人 我知道大師你是老爺的朋友 不知道有甚麼吩咐 我少見到公子當面奉告 公子出門了 到現在還沒回來 那你知不知道他甚麼時候回來 那我先想想 他好像去了西夏 又好像去了遼國 說不定是去了兔飯 要不然當然去了大利 好, 那我就不等他回來 麻煩你帶我去慕容先生的墳前 拜祭一下好盡故人之情 我不是這個管家 可是我不能做主的 請你代我請管家出來 你現在甚麼世界 甚麼壞人都有 假扮和尚到此來騙騙騙騙騙騙騙 我真的不會去你的當 大師, 你別生氣 伯伯的脾氣是這樣的 得罪人多, 青虎人少 小人孫三拜見各位 大師, 你來拜祭我家老爺 我們非常感激 可是公子出了門 沒人還禮是於理不合的 大師還是請回呢 我不惜千里而來 只是想去慕容先生的墳前拜祭一下 有沒有人還禮也沒甚麼所謂 孫先生請你帶路 奇怪, 為甚麼慕容家的人 每個人都喜歡摸頭呢 大師既然是我家老爺的朋友 應該知道老爺的脾氣 老爺最討人上門拜訪的 他說那些人 禮親不是尋仇生事 就是尋師學藝 尤其是有些更加想混水摸炎 更加有些和尚寧孤就更加靠不住了 大師, 真的對不起 我不是說你 原來孫先生是女人扮的 世族人多險責 慕容先生不跟族人結交 非常之有道理 不過我跟慕容先生是自己 孫先生也無謂多言 這件事違反了老爺的慰兒 少人不敢拿主意 還是問過老太太才才行 老太太?哪位老太? 慕容老太太 是我家老爺的叔母 老爺所有的朋友 都要向他叩頭請安的 那就是老帆孫先生跟我說一聲 你說溝摩志向老頭請安 請各位稍等一會兒 老夫人就出來了 阿碧 夫爺 是不是有人來探望我? 為甚麼他們不跟我叩頭? 大師, 你快點去夫人叩頭 你一叩頭夫人開心 甚麼都答應你了 阿碧, 是不是有人放屁? 不是呀夫人, 是段公子笑而已 斷?甚麼斷了? 不是斷了夫人, 這位公子姓段 那為甚麼他不向我叩頭? 老太太, 我有幾句話想跟你說 你說 我一個侄女, 她很聰明 可是她很橫皮 最喜歡玩猴子戲 一時辦公一時辦那 老太太見到一定會很喜歡 可惜我沒有帶來 是老太太的叩頭 乖, 你很乖, 很聰明 我都很久沒見過那些又乖又聰明的小孩了 你別這麼厚多, 等一會兒 老太太一定有好處給你 碧姑娘, 我想問你一件事 甚麼? 朱姑娘有沒有你這麼漂亮? 我這麼醜, 怎麼跟朱姊姊相比 如果朱姊姊聽到, 一定會生氣你 真的嗎?你別騙我吧 我騙你幹甚麼? 老太太年輕的時候 一定是一位國色天香的美人 向一個美人叩頭又有甚麼所謂 乖... 為甚麼那兩位客人不向我叩頭 老夫人, 我問你一句 你懂不懂武功 你說甚麼?我聽不到 我問你懂不懂武功 如果你懂武功 我過意知就盤命相平 如果你不懂武功 我就懶得跟你囉唆了 甚麼?你想請我吃武雞 我老了, 沒了牙齒 留給你年輕人吃吧 大和尚, 聽說 你想去看我疾瑜的墳墓 你到底想偷甚麼? 兩位姑娘也無謂再戲弄我們 快帶我們去慕容先生的墳戰 大師好硬力 我掌 姑娘, 小心 兩位姑娘 我只是想去慕容先生墳前拜祭一下 好, 既然這樣 就請大家去聽餘據先用杯茶 讓我疏死一下 就帶大家去墳前拜祭 兩位大爺請請 段公子請茶 大師, 這杯茶的主姐姐特別為你炮製 是我們江南的名產, 叫做殺人嬌 好香, 人家說江南人地結齡, 水清茶好 在下今天真是大開眼界 過兒用個茶了 不是呀, 朱姐姐 只是段公子喝過而已 可能他們太有毒了 段公子這麼想臉 我們有甚麼多謝段公子 兩位太客氣了 色彩在湖邊天下碧姑娘唱了一首歌 清音軟轉 座下覺得莫大樂享受 如果兩位不介意的話 可否再為座下高歌一曲, 以添雅興 既然段公子這麼想臉 不如我們合唱一曲 由段公子彈琴, 好嗎 好 好 三位, 失陪了 小妹姐, 你沒事吧 我反轉個蘇州都要找你們三個出來 是 段公子, 你放心 這裡水路要回曲折, 她很難找到我們的 段公子, 你剛才被和尚點穴 沒甚麼事嗎 謝謝你這麼關心 叩魔節拍傷我經脈 她點穴道, 每隔幾個時辰就解開了 好 朱姊姊, 我真的很佩服你 你怎麼扮老太太, 這麼像 你向我扣三個響頭不服氣? 怎麼會不服呢?不過我猜錯了 猜錯甚麼? 我早就猜到你好像阿璧姐姐這麼漂亮 可是一見之下, 又覺得有很大的分別 覺得我不夠阿璧這麼漂亮是不是 你見她漂亮的十倍, 嚇到你就真 也不是 一個嬌俏活潑, 一個青身啞淡 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味道 江南靈獸之氣都在你們身上 我想多讚幾句, 也不知道說甚麼好 你嘴唇就像朗過油一樣 甚麼都被你說了 碧姐姐, 我們現在怎麼辦呢 還不可以在湖上避一輩子 這裡來曼陀山莊沒多遠 我們先去那裡避一下 我想那個和尚怎麼也不會找到那裡 我們真的去曼陀山莊嗎? 你不怕黃夫人嗎? 不理得這麼多了, 到時候就算了 我們現在去哪裡了? 我們現在是姑娘婆在曼陀山莊 段公子, 曼陀山莊是南美的禁地 上岸之後不要亂走 最多是不是全部不離跟著你們 小姐姐, 我們來到曼陀山莊 就想皇上出來也不怕了吧 這裡明明是大理的山茶花 為甚麼太后之中會有這種茶花呢? 很奇怪嗎?這裡叫曼陀山莊 整個山莊都是茶花 阿朱, 阿碧, 你們兩個死了 丘曹 丘曹姐姐 夫人說見你們兩個 就畫你的臉 丘曹, 黃夫人在這裡 夫人說你們帶了那些生寶男人進來 要斬斃他們的腳 丘曹姐姐, 你沒有騙我嘛 到底是不是真的? 阿碧, 你別聽她亂說 如果黃夫人在這裡 她會這麼稀皮笑臉 又讓你們猜中我的東西 是不是表少爺叫你們來的? 是少爺叫才能來的嗎? 我們來探望丘曹姐姐也不行 不行, 我們走了, 阿碧 走了 阿朱, 阿碧 我怎麼會不喜歡你們來的 我以為你們又來陪我 我們何時不想見到你的丘曹姐姐 看你何時來我們 陪你們去玩生日生夜 來, 黃夫人陪我聊天 好 段公子 甚麼事?朱姑娘 你在這裡欣賞茶花 我們一會兒就出來 你千萬不要亂走 真奇怪 這麼多茶花在這裡 可惜… 那種花和種草有甚麼分別呢? 公子的身體很好 在這兩個月裡頭 她猛連丐曹哥打狗憑法 我看她當然想和丐曹人交流 原來朱姑娘在裡面 小姐, 你沒事吧? 沒事, 那人怎麼樣? 沒有, 被針刺傷了 丐曹哥, 還要進去盆盆盆盆 丐曹的打狗憑法和韓門十八獎 是丐曹的不存之秘 就算你們環絲水國和我們浪環福地 所藏的合賣上來 也是彈劫不存的歌 這位姑娘的聲音真的好聽 不知道她的樣子如何呢? 公子說, 打狗憑的心法是人創的 她沒理由想不到 況且有了憑法再創生法也不是難 就算聞到看得出 也不是十年快年的事 對了, 她練得怎麼樣? 公子練得很快 打起來好像流水行為一樣 她真的練得很快? 是啊, 有什麼不同? 打狗憑法的心法我雖然不知道 但是以憑法來看 就應該越慢越好 有些要時快時慢 有些要慢中大快 有些就要快中大慢 萬一表哥他跟丐幫的公仇... 那就對了 公子林出門當時說過 丐幫的人冤枉去害死他們的父幫主 所以這次去洛陽 就是為了要說明這件事 那如果大家言語之間有甚麼衝突的, 那... 姑娘, 打狗憑法練得快真的不行嗎? 當然是 你們說怎麼辦? 不如我寫一封信你跟阿Ling給表哥 叫他跟丐幫的高手交手的時候 一定不能以皮之道, 還思平生 不過, 黃夫人說過... 你們只是聽黃夫人的話嗎? 跟我的書房拿信 在下段譽, 拜見姑娘 阿朱, 他就是跟你一起來的那位公子嗎? 是呀 還是你們兩個不好, 立委帶山寶人來 約草, 我們走吧 段公子, 姑娘的皮就是這樣了 我們快走吧 走吧 兩位姑娘, 我們怎麼這麼快就走了 剛才黃夫人已經發脾氣了 如果我們還不行 糟了 誰敢闖入我曼陀山莊 黃夫人 你們兩個丫頭 當然是慕容伏叫你們這樣做的了 不關公子事的, 這位是... 在下姓段 你是大理人? 是, 在下大理段譽 你真是大理姓段 你們三個真是太大膽了 跟我來 你明明是大理人, 為甚麼不承認呢? 你明明是大理人, 為甚麼不承認呢? 我明明是雲南人, 家在大宋境內 不屬於大理的 那你家來大理有多遠呢? 四百多里 不到五百里也算是大理人 小鳳 是 押他去曼陀花下, 當是花肥 知道 小鳳 夫人 夫人 我到底在辦甚麼事 請你覺得明明白白 要不然我死也死得不眼閉 凡是大理人 或是姓段 一遇到我就要死 可是我不是大理人 你不是大理人 那你來蘇州幹甚麼? 既然來到蘇州 還滿嘴大理口音的 在酒樓大叫? 雖然你不是大理人 可是在大理鄰近的也要死 那也有的, 你不用找人家出氣了 我去大理人, 又去姓段 你要殺妖堂, 儘管來吧 你剛才說過 你叫段月 大理姓段的沒死得那麼容易 夫人, 夫人 關我的事 你又怎麼樣? 我爹只有我兒子 求夫人饒書 我不殺你也行 只要你現在回家裡 把你的結法妻子殺死 然後娶了幸花閣那位苗姑娘 要明媒正娶, 三書六禮 每樣都做齊 你做得到嗎? 要我殺夫人, 那怎麼行呢? 要我娶了個妓女 我一定殺你 拉出去 我答應了...我甚麼都答應你 小燕 你押她回蘇州城 親眼看著她把老婆殺死了 跟苗姑娘拜堂誠親才好回來 知道 豈有此理 還有很多豈有此理的事等著你 小明 是 為甚麼把這盆滿月拿到大廳裡 我說過要拿去有太陽的地方曬一下 是, 夫人 是 你笑甚麼? 夫人 我看你對茶花都是梅外漢一鳴 就算有一盆名種落在你手上 都是焚琴主行, 大煞風景 是嗎? 你說我不懂茶花? 原則你好懂的 我曼陀山莊種的全都是茶花 每一棵都爭言鬥禮, 尾不勝數 好, 可惜全都是蓉之族粉 是嗎? 好 那這盆滿月究竟應該怎麼種法 夫人是問我還是求教於我 如果是威逼敲問我的話 不如把那雙腳斬下來才問得未遲 要斬你的雙腳, 說得沒那麼容易 黃夫人, 不行的 這位段公子很頑固 他受以不受硬 你這樣逼他發, 他連死都不肯說 你斬了那雙腳, 埋在茶花旁邊 包到茶花開到碗這麼大, 胭脂這麼漂亮 好, 我問你 我這盆滿月究竟怎麼名貴 你說來聽聽 如果你說得對, 我會禮代你的 夫人 剛才你叫這盆滿月 那就大錯特錯了 你連花的名字都不懂 還說學人懂種花 這盆叫做倚蘭嬌 倚蘭嬌, 怎麼會呢? 你問我 小師 是 吩咐廚房設宴在雲錦樓 招待段公子 知道夫人 段公子請 舞妹打架, 夫人毫無見怪 大駕光臨 曼陀山莊, 紅壁生輝 請 請 阿朱, 阿碧, 你們留在這裡等我 是 是 段公子 你們大禮以茶花出名 但是和我曼陀山莊相比 都猶猶不及吧 是 我們大禮人的確很少種這種茶花 是嗎 我們大禮人都知道 這些是族品, 所以不種 是 是 像這朱子一樣 夫人對她一定是如珠如寶 但是她不愛如是 我們大禮人叫她落地壽彩 為甚麼叫做落地壽彩 這朱花這麼漂亮 我們大禮有一種花, 叫十八學士 一朱花有十八朵花, 朵朵顏色不同 紅的紅, 紫的紫 而且開花的時候一起開, 借就一起借 不知夫人有沒有見過 為甚麼從來沒有人向我提起過 像這朱子一樣 倫色比十八學士少一色 如是在色亂而不齊 開花的時候有遲有祖 處處東師孝貧, 學十八學士 但是又不像 所以我們叫她做落地壽彩 這個名字這麼尖酸刻薄 也只有你們的讀書人才想得出來的 段公子, 請 大禮段子乃是武林世家 段公子你為何不習武呢 大禮人多數姓段 王族中世的弟子方似習武 晚生是尋常百姓之輩 是不會武功的 你是尋常百姓? 是啊 不知道你會不會姓段的貴咒呢? 不會吧 莊貴公子你唱譚茶花的品種 令我茅塞頓開 段公子 你又來看看這盤又如何呢 這盤大白花叫做白茶 這盤有兩個橄欖物的黑斑 叫做眼兒眉 這個名字改得真好 黃反而有紅斑的這盤 叫做紅莊素果 有一種白反而有一抹六分 一絲紅小的叫做爪破美人麵 夫人, 你想想 凡是美人一定是閒靜溫雅 如果經常被人抓损 那這個美人一定會經常打架 那還有甚麼美可言呢? 大膽, 你敢奉置我? 不敢, 不知道在哪兒冒犯夫人呢? 你聽誰說 走來侮辱我的 誰為一個女子學識武功就不漂亮 就一定不閒靜溫雅 晚生所言, 僅要常理猜度 識武功的女子之中 也有很多又美又端莊的 我不端莊嗎? 夫人端不端莊, 晚生不敢批評 但是夫人被人殺妻令娶 這些就非君子所為 小命小師, 替我押她出去 是夫人 等等 稍後 段譽 你是大理人又是姓段的 早就該死 現在我罰你在山莊裡種植茶花 你要加倍小心 如果茶花有一株死了 我就斬你一隻手 死兩株就斬雙手 如果死四株 你的雙腳雙手就要來陪葬 好 如果四株都生, 那又怎麼樣 種好之後 再培養其他的品種 如果你做不到 我就挖了你的眼珠出來 你要殺就殺 不要今天又說斬手 明天又說挖眼珠, 找這麼多藉口 你找到他的房子 叫他出去 是 你乖乖在這裡種花就可以補得著性命 如果你像上次這樣頂撞夫人 你不處死已經算了 除了淋花之外, 山莊不能夠亂闖 你不是說的, 如果亂闖禁地 就沒有人可以救到你了 走 想不到堂堂大禮王子 今天要做花籠 真是大財小用, 殺就用牛刀 黃夫人給我做這幾碗茶花 怕壞民眾 不過, 要找大陰華的地方做才行 小明, 你說給我聽 你聽到甚麼關於他的消息 我怕, 怕非人責怪, 怎麼會呢 你只是告訴我, 夫人怎麼會知道呢 小明, 你說 表少爺去了少林寺 少林寺? 阿碧和阿朱又說他去了諾陽會蓋坊 難道武容公子是他表哥 夫人這次外出, 途中遇到宮野二爺 二爺說表少爺在洛陽 聽到有個少林和尚在大里死了 還冤枉夫蘇慕容殺 於是表少爺就去少林寺 想和和尚理論了 那我不會打起來了 為甚麼娘也不去少林寺救哥哥來 這層我就不知道了 或許夫人不喜歡表少爺呢 就算不起來了, 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誰在這裡種花 小生是奉夫人之名 在此種著茶花, 聰葬小姐 女兒以英雄痴 套盡恩以情心寄許 在外若枕盤絲 心中也流多少醉 雷落之天地心 傾出之城不會悔 天盡愛,天時愛 寬鬆花, 寬鬆花, 盛氣虛俱 笑莫笑莫悲 心中心寅寧 好, 盛氣虎嘅 祝收摩壁 想和尚理